好,我們現在就來談談,氣團對台灣的影響 然後,來這個,蒂宜老師教過的 冬天,冷將軍勢力大,台灣受蒙古大陸氣團的影響 崔長風,東北風,很好 為什麼東北風,好,先來來來,注意 我現在要教你的東西就是 以後考試,寫一段話,畫一張圖 問你那裡吹什麼風,你怎麼解決 寫一段話,畫一張圖,問你那裡吹什麼風,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吹什麼風,你如何解決 來,風向,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台灣冬天受蒙古大陸,吹什麼風,有等壓線 風向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但是北半球向右邊邊 還記得我要你夾幾度嗎 二十三十,對吧,三十度 什麼風,東北風 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沒等壓線,畫圓圈圈,做切線 臺灣受蒙古大陸的影響 從蒙古連到臺灣,畫一個圓,做切線 切線有兩個切法,向上接再向下接 高氣要什麼時鐘,順時鐘 要到順時鐘,水時鐘切線,應該向下切 什麼風,東北風 有等壓線,看等壓線 沒等壓線,畫圓圈圈 這就是我們考試問你 他吹什麼風,我怎麼解決的方法 聽懂嗎,OK 所以你看,高氣要,四時鐘懸出 懸懸懸懸到臺灣,什麼風 東北風 所以臺灣中天受蒙古冷氣燃的影響 吹東北氣風 然後還有後面還有再交 東北氣風會發生什麼事情發生 後面再講,OK,好 這時候,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台生而多餘 我們講過地牢交過的,基隆的地形雨 地台生會不會多餘,我們也交過了 因為一團空氣上升時 其他調整體溫度會降低,容易保溫 凝結成雨,有雨會下雨 所以北部跟北部地區 地台生多餘,南部呢,乾旱,地牢就交過了 臺灣的冬天,南部是乾淨 要不要乾淨,OK 好,這就是影響 那為什麼地台會多餘 這交過啦 這交過了 為什麼地台會多餘 因為一團空氣上升時 誰會下降 氣壓會下降 誰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誰會降低 溫度會降低 然後就容易飽和 然後凝結成雲,有雲就會下雨 所以因為地形台生而多雨 雲在這裡,我們講過了 從交過你之後你就要記得 你只要遇到上升氣,就要記得它會怎樣 下雨,天氣會不好,OK 好,這是蒙古高壓的影響 臺灣夏天溫暖潮濕 有一些原因是我們交過的海流 都是溫暖的海流啊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太平洋暖高壓 籠罩影響 然後呢,旺盛對流 雞狀雲會有午後 雷鎮雨 所以臺灣夏天有雷鎮雨 OK 這我們蒂老師提過 我們也講過 那吹啥風? 吹什麼風? 西南 西南 很好 你們一定會回答我西南季風 因為蒂老師教西南風 答案是東南 來 沒有等壓線 太平洋高壓 老師說 沒等壓線怎麼畫? 畫圓圈圈做切線 是不是習慣忠 所以怎麼切? 講切 什麼風? 東南 老師 這叫西南 東邊吹東南 西邊吹西南 西邊的西南宮後來會交 後來會交 他是因為印度洋印的關係 他是因為印度洋印的關係 東邊吹東南宮 西邊吹西南宮 西部人多 這比人多的為準 說我們臺灣夏天吹西南風 兩句話分開說是對的 何在一起說是錯的 分開說 臺灣夏天受太平洋咖哉的影響 對 臺灣夏天吹西南季風 對 何在一起說 臺灣夏天因受太平洋咖哉的影響 吹西南風 錯 受太平洋咖哉的影響 吹西南風 後一對的是東南風 OK 所以 東邊吹東南 西邊吹西南 後來會告訴你 西邊的西南 當我看他的圖 是因為印度洋那邊的關係來的 所以 他那圖 東邊是什麼 東南風 西邊什麼風 西南風 這他來的 旁邊這個來的 旁邊的印度洋那邊來的 所以那個西南風是印度洋那邊來的 我們後來會再教你教導 所以東邊吹東南 西邊吹東南 這一段話講完 什麼東北風 那個西南風都是以前 立老師都已經教過的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學會什麼事 學會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人家考試畫一張圖 寫一段話 問你我吹什麼風 你要能夠會判斷 我看得出來知道我們會吹什麼風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你們~~